欢迎回到管理下新闻 为了解决瑞芳老街的停车乱象 这几年在多方的争取下 目前停车场已经快要完工 10号英元林义琪和当地里长 也到现场关心目前的进度 而停车场的外围栏杆 还用了仿木的材质 颇有古朴的意象 不过目前是预计农历年完工 不过里长也希望 如果过年前没有完工 至少可以让民众先临时停车 解决老街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 瑞芳火车站后站老街 因为街道狭小 再加上有越来越多游客造访 导致停车空间严重不足 路边随意停车的乱象层出不穷 这几年经过历代民意代表的争取 将台铁的闲置地火化 由市府交通局接手 目前停车场扑面已经完成 今天议员林义琪和当地里长 到现场关心目前的进度 那现在已经接近完工的阶段 那在去年底的11月已经进驻 进驻动工 那目前规划有72个停车位 有20个摩托车的停车格 那我们希望在年底前 能够来启用 要最感谢的就是我们那个 林医研他大力的支持 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陈基安区长 他的努力还有各位我们还有以前 我们严市医研他也是很努力的在推动 虽然我们苦苦等了那个四五年的时间 终于今天看到有这个成果 我们真的很高兴 当地里长表示老街停车场诞生 真的等了好多年 感谢地方人士大力奔走促成停车场毕见 目前停车场扑面已经完成 接下来预计划上停车格线 不过面对接下来过年春游人潮 里长期盼年前如果无法顺利启用营运 至少先让民众临时停车 度过春游尖峰时刻 如果说在过年期间 那个车流量那么大 希望能够在我们那个停车场 如果在过年完工我们是最好 我们就开放使用 当然如果还没在完工 我们拜托恳请议员帮我们争取 看能不能临停 让内方的这个街道不会说变成大停车场 经理长反应 我也会在那个跟市府的交通局来研议 如果在过年前还未能够完工的话 那我也希望能够无偿提供给我们在地的民众来使用 那也希望整个后街的停车场启动之后 我们能够解决就街的乱象 还有停车不足的问题 月林奇表示老街停车场即将完工 目前共设有72格汽车停车位 20格机车停车位 渴望解决老街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 据里长提到的过年提供民众临时停车 他将会与交通局协调 希望老街停车场尽快完成对外营运 让老街不再车满为患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